上回说到,在北京成立了一个筹安会 这筹安会的发起人有六个 分别是杨渡、孙玉军、严妇、刘诗培、李谢和、还有胡英 杨渡是前清保皇党中的人物 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向是好友 革命以后又混进民党里面 之后得到袁世凯信任 担任参政院的参政 孙玉军革命党出身 辛亥仪曾在安徽地方出过风头 二次革命以后组织郑友会 与国民党脱离关系 也担任参政院参政 严妇英文功底非常好 从前翻译西方书籍很有名望 因为他是福建侯官县人 大家也称他为严侯官 原总统创设参政院时 把他也网络进去 刘诗培原名光汉 在京学上很有造诣 上海国粹从报中 曾经发表过他的著作 袁总统也特地招揽 让他做了参政 李谢和是陆军中将 革命时参与过攻打南京的战役 还有一个胡英 他是跟着宋教人混过几年 不知道为什么改变了立场 投入到袁世凯墓中 这六个人整天聚在一起 不是谈风月 就是论时事 可巧总统府中有一位外国顾问 是美国有名的博士 叫古德诺 他写了一篇文章 说民主政体不如君主政体 杨渡读了这篇文章 有了依据 就开始随声附和 邀功请赏 于是便与孙玉军 严富等五人秘密商量 要乘机出点风头 做一回惊天动地的事业 孙玉军严富等都很赞成 大家凭着十年寒窗的功夫 不一会儿就写成一篇 筹安会成立的宣言书 以及入会章程 宣言书是这么写的 我国辛亥革命之时 国中人民基于情感 但除种族之障碍 未济政治之进行 仓促之中 创立共和国体 与国情之事否不及三思 一意济畅 莫敢非难 深时之事 随名之隐患方长 而不得委屈服从 以免一时危亡之祸 故清帝逊位 民国创始 绝序之际 以致临时政府 正式政府 地善之交 国家所立之危险 人民所感知困苦 举国上下 皆能言之 尝此不国 祸将无矣 尽者南美中美二洲 共和各国 如巴西 阿根廷 秘鲁 智利 尤鲁卫 芬尼什拉等 这里边提到的 尤鲁卫 现在我们翻译成乌拉规 那个芬尼什拉 现在是翻译成委内瑞拉 这些国家 莫不始于党争 终成战祸 葡萄牙 尽改共和 意酿大乱 其最饶者 莫如墨西哥 自第二世 训位之后 干戈 气无凝碎 各党党魁 拥兵 互敬 胜则聚土 败则 分成 劫掠图路 无所不至 足致五总统病例 献国家于无政府之惨项 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 以比利我 岂非前车之见乎 美国者 世界共和之先达也 美人之大政治学者 古德诺博士 既言世界国体 君主实教民主为优 而中国则 由不能不用君主国体 此亦非读古博士言之也 各国明达之事 论者已多 而古博士 以共和国民 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 自为深切名著 乃亦为中美情书 不可抢为遗之 比外人 诊念五国者 且不惜大声几呼 以为五民忠告 而五国人士 乃反伪心任运 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 甚或明知国事之威 而以一身毁欲利害所观 瞻顾徘徊 但于发义 将爱国之为何 国民义务之为何 我等身为中国人 民国之存亡 既为身家之生死 其人苟安末世 作代其王 用特纠结同志 组成此会 以筹异国之治安 将于国事之前途 及共和之利害 各输己见 以尽切磋之意 并以贡献于国民 国中远时之士 建其余成 惠然肯来 共襄商榷 中国姓慎 发起人 杨渡 孙玉军 严父 刘诗培 李谢和 胡英 还有一个筹安会章程 是这样的 第一条 本会已发挥学理 商榷政论 以供国民之研究 为宗旨 第二条 愿冲本会会员者 需具入会志愿书 由本会会员 四人以上之介绍 理事长之认可 第三条 本会致理事六人 由发起人暂任 并互推理事长一人 副理事长一人 第四条 本会致名誉理事若干人 参议若干人 由理事长推认 第五条 本会致干事若干人 由理事推认之 其事务之分配 随时着定 事务所 暂设北京石驸马大街 宣言书及张成制定以后 推举杨渡为理事长 孙宇军为副理事长 严妇 刘诗培 李谢和 胡英四人为理事 在石驸马大街 设立事务所 挂起筹安会的招牌 大家刚看到 筹安会招牌的时候 还以为国中出了伟人 能把这风雨飘摇的民国 筹划得安安稳稳 等看到宣言书才知道 筹安会的宗旨 是要改革国体 把元大总统推上台去 做一个革命大皇帝 于是一传十 十传百 都说 这筹安会 是个造皇帝的地方 将来是凶是吉 还看不清楚 这时候 京中的警察 也运动起来了 不许老百姓随便议论 遇到谁出言不慎 便带进警局 请他敦居留所 多则几十天 少的也要三五天 老百姓过日子要紧 自然不敢多说 免得惹祸 有些个痴心妄想的人物 却纷纷入会 都想做点投机事业 谋求将来的富贵 京城的报纸 什么民事报 亚西亚报 也都为筹安会鼓吹 隔了几天 忽然在顺天时报中 刊登了一篇 贺振雄写给肃政厅的成文 说 为扰乱国政 亡灭中华 流毒苍生 疑获援手 堪请肃政厅长 代诚大总统 严拿政法 以救灭亡 而谢天下事 窃闻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奸奴误国 人得而诸 我古神州四千余载 君主相传 干戈扰攘 万民涂炭 四海创夷 鸡批历史 至为寒心 自唐于一让 天下欧歌 即汤舞争诸 人民杀法 国无宁碎 民无安食 七雄相殡 五霸竞争 秦吞六国 汉约三章 王莽出 光五星 曹操称雄 司马惩治 南北六朝 梁唐五代 陈后主 隋阳帝 武则天 安禄山 宋太祖 元世宗 明珠氏 清觉罗 各代君主 而今安在 为流祸害 传染中华 自古于人 相争相夺 称帝称王 因一时昏迷不悟 徒博眼前虚荣 而以子孙识获 成可怜 而可哀也 在西闭关时代 相争相夺 有失一家 金则环海交通 群雄单世 一朝灭亡 万劫难赴 书宝 于无心肝 何至于此 五民国共和创造 魏吉五载 而沙场血字 腥臭油纹 人民痛苦 身淫未夷 我大总统首创共和 历任兼具 四年以来 萧一干十 渐秦吕荒 维持国政 整理军务 削平内乱 亲目外交 不知好多少心血 好及许精神 时刻真词致力 县方筹备国会 规定法院 整治励志 乘诉官方 为日滋滋 不遗余力 民生国际 渐有秩序 四年之间 国事已经大定 内外官吏 成能以国家为前提 腐臂红油 随绝中土 国力日渐其发展 国籍日渐其巩固 而为五中国 不适于共和 不能不用君主政体 朕苟致不识之余也 五感一言已告我同胞冤 有五神圣文武之原大总统 首任一期 规模即以大倍 若得连任 国政即可完全 不十年间 我中华民国共和程度 必能驾先进之欧美 称雄地球 况我大总统高瞻原主 硕化为谋 即铲除四千余载 专制之淫威 开创东亚共和之新国 不读人民 宋岛新乡 同向威俄 即世界各国 亦莫不侵养其威信 何物妖魔 竟敢于青天白日之下 露尾现行 利欲熏心 迎获众听 常视天下 一笑友邦 亏若被之道行逆施 是直欲献武元首 于不仁不义之中 非圣非贤之类 倒拿破仑颠覆共和 追崇地质之固者 以路易十六专制魔王 流血国内之惨状 其用心之巧 藏毒之身 欲知卖国野贼 白狼消匪 其既犹奸 其罪犹大 乌乎 国之将王必有妖孽 妖孽者谁 即发起筹安会之 杨渡 孙玉军 严父 刘石培 李谢和 胡英诸贼也 镇雄生长中华 伤心大局 明知若被都市弥漫 言出祸制 切恐覆巢之下 终无完卵 与其为王国之奴 何若作共和之鬼 故敢以头颅相试 脑血相见 恳请肃政厅长 代诚我大总统 历斥军政执法处 严拿杨渡 一根祸国贼等 名正典型 以正国事 以旧灭亡 以谢天下人民 以示友邦一役 元首姓慎 国民姓慎 锦上 这篇文章 骂这个传案会的六个人 是国贼 然后第二天 又有一篇李慧 写给检察厅的成文 也刊登在顺天时报上 是这么写的 为叛逆昭彰 摇动国本 恳准案法惩治 以米大换事 切为武汉首益 全国鼎沸 我大总统不忍生灵涂炭 初歼兼拒 不数月间 轻视退位 以统治权 受职我大总统 组织政府 定为共和国体 人心之倾向 予以大定 南北统一 当时我大总统 就职宣言 曾经郑重声明 不使地质复活 待正式政府成立 世界友邦 遂次第承认 民国三年五月 公布中华民国约法 我大总统又为 仅当率我百职有私 恪守勿余 三年十一月 宋语仁等 唱为复辟之谬说 我大总统又经根据约法 言切申戒 国体奠定 既已丙若日兴 渤海人民方性 有所托命 随内忧外患 尚未消弭 而我大总统 雄才大略 硕化红魔 七已十年 何患我国家 不比肩伐美 乃国贼 孙宇军 杨渡 严富 刘诗培 李谢和 胡英等 组织筹安会 其发词中 以共和国体 不适于五国民情 利引中美南美诸邦 以共和酿乱之故 只为前见 主张变更国体 畅言无计 似此谬种流传 乱党必将乘机煽动 势必危及国家 万一强邻似系 利用乱党之扰乱 坐收愚人之力 而或何堪设想 当国体既定之后 呼唱此等狂鼓之说 是自求扰乱 与暴徒甘心破坏 结果无输 随自诩重爱 实为畅乱之媒 其罪岂容轻数 干宁之乱 虽为暴民专制之争 而我大总统命将出师 七月之内一律肃清 迄今暴徒敛计 正值西巡轨道 此其中南美诸邦之所可企及 安得以此颠破共和 辅国体原无绝对的美恶 横世实事为转意 五国今后国体 果当和弱 故不能为其永无变更 但一日在共和国体之下 既因恪守约法 不能畅言君主反对共和 以权国家之刚计 且共和国家 以多数之国民组织而成 即迫于时事之需要 有改弦更张之日 则国体之选择 当然有民意代表之机关 以大多数人民心理之所向 决之 事事之所致 自然而然 绝非少数旺人 所能轻易 今大总统得望 惯于当事 内受国会之推代 外受列强之承认 削平内乱 巩固国交 凡所以对内对外 不敢稍避险阻者 无非欲保全国家 今轻易变更国体 万一轻视之中 或有一二无知之徒 内联乱党 外劫强林 成即主张复辟 现我大总统 于治困难之地位 而国家亦将随之轻腹 该国贼等 虽万死不足以弊其估 服查三年11月24日 申令有云 民主共和 载载约法 挟词获众 绝有常刑 似后如有造作烂言 著书立说 即开会即义 以紊乱国县者 即照内乱罪 从严惩办 已故国本 而恶乱盟 明令俱在 凡行政司法各机关 允一一体遵守 今杨渡 孙玉军等倡导邪说 紊乱国县 未经承报内务部核准 公然在石驸马大街 设立筹安会事务所 传部种种印刷物 实属变毛法纪 罪不容诛 检察厅代表国家 有拥护法权 惩治奸邪之责 若敬至若网闻 则法令等于虚设 法治不存 国何以利 惠岭匹夫有责之意 心所谓威 不敢安于坚默 用特巨石告发 弃肯遵照民国三年 11月24日申令 立将阳渡 孙玉军等 按照内乱罪 从严惩治 以米大患 国民姓慎 民国姓慎 这写文章的贺振雄和李慧 两个人是什么来头呢 这两位都是湖南人 贺振雄曾经加入革命 文章写得好 很有名气 后来北漂到了京城 但是始终没能够谋得一官半职 很郁闷 这次痛骂筹安慧 也是借机发放牢骚 而李慧呢 他是筹安慧里头 那个李谢和的足弟 就是他们两个人呢 高祖父是同一个人 但是李慧跟李谢和的志向不一样 所以他也上书谈和 很有点大义灭亲的意思 贺振雄李慧先后给肃政听 检察厅成文 然后眼巴巴的等着消息 又分别抄录了几份 分送到各报馆 不料呢 民事报和亚西亚报 非但不登载原文 反而各列了一条评论 冷嘲热讽 嘲笑他们不识实误 只有顺天时报 赵文登陆一字不差 估计是因为这份报纸 打着外国招牌 过了一天 仇安慧的门口竟然安排了许多军警 鹤枪站岗 盘查出入行人 似乎是为了保护仇安慧的人 贺振雄无权无事 只好闷坐在家中长须短叹 但是李慧曾经担任湖南省议员 而且因为他的族兄李谢和 地位比较显赫 所以李慧平时和京中的大人物有些来往 于是他又上书内务部 孙玉军等倡导邪说 紊乱国县 公然在石驸马大街设立筹安会事务所 如其遵照集会结社律 已经承报贵部 此此贤违约法 背叛民国之国体 贵部万无核准之力 如其未经承报贵部核准 进行设立 藐视法律 一级藐视贵部 二者无论属谁 贵部军英立语封禁 交法庭惩治 倾过筹安会门首 见有警兵狐狸盘查出入 以私人之会所 而有国家之公义 为之服务 亦述亦闻 若云为稽查而设 则贵部既已明知 乃静置若罔闻 使难辞完事法令之责 去遂宋义人倡议复辟 经贵部地解回籍 交地方官查看 以此利比 情罪更重 若故为宽纵 何以服人 何以为国 为此极不择言 冒昧尚成 这份成文送入内务部 如石沉大海 并无音信 只听说总检察厅长 罗文干 挂官去职 带着家眷出京回原籍了 原来罗文干 身任厅长 平时奉公守法 勤于政务 听说重案会设立 就骂杨渡等人 为误国贼 就想告他们 可巧 李慧的成文递入 他读一句叹一声 等读完以后 激愤得不得了 于是来到司法部 夜见司法总长张宗祥 聊了几句 就把李慧的成文 交给张宗祥看 张宗祥读到这篇成文 一会皱眉 一会摇头 等看完了 对着罗文干冷笑说 这等文字 采他做什么 罗文干听了这话 不禁反问 总长认为 筹安会是正当的吗 张宗祥说 国家只恐不安 能筹安了 岂不是我被幸福 罗文干就忍不住了 说 他是鼓吹地质啊 张宗祥说 我与你都从事司法 老实对你说 你我只各自 进到职务罢了 昨日内务总长 朱祁钱 也曾说李慧多事 把他成文撕毁 罗兄 你想这事能管吗 说得罗文干 哑口无言 过了半晌 才说出一个是字 随即告辞回家 愁出了一夜 早晨起床以后 写了一封 因病告假书 派人送到办公处 然后收拾行囊 整备起行 等到请假或准 带着家属连夜出京 罗厅长走后 再经各官僚的情况 咱们下回再说 那边就会把人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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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回家 再经过来 再经过来 咱们下回家